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Money潜意 在现在呢SUV当道大行骑道 大家不断有CUV SUV以及休旅车的需求 但是爱玩车的各位呢 其实还是会不断的升级自己的爱车 至于我们说不定可以做跨界的选择 以及不同装备的一些选配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台非常厉害的车在现场 我们先请这个行男来带我们看一下 这一台车呢其实我第一眼看 就觉得它是不是一台RAV4 小RAV4 对小RAV4 很为小RAV4呢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原本车型我觉得蛮多家族元素就蛮类似 那其实就是在台湾现在最新的国产 Toyota旗下的Yaris Cross 这台是Yaris Cross吗 我完全看不出来 没错 对那其实今天介绍这台车的重点 我觉得大概从五六年前 我们常常去每年都会去这个Auto Salon 就会发现日本的改装风 除了一般传统动力改法啦这一点的 很多的一些休旅车开始会玩 今天这台车的这种所谓的Auto风 它不见得车主真的喜欢 像芒妮一样喜欢上上下海 你说不是真的会去越野 他不一定真的喜欢 就是他喜欢这样的氛围 把一台RAV4啦 甚至有Adventure这样版本 或是把CRV啦 改得很Auto风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来介绍台湾 应该算是我因为见过台湾第一台 Guys Cross 因为这个Cross 其实在路上其实我们比比皆是 其实政治肖像非常好 蛮多的 但这一台应该开出去非常吸睛 因为只有我唯一它这一台 对 它到底动了哪些东西呢 它基本上就是 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Auto风 然后以黑化 它其实车主是来自高雄结尾 他们大概两三年前 也有来过节目 它是改Corolla Cross 一台这个黑武士 也是全车黑化 所以它特别爱黑的 它很喜欢丰田的 这些休旅车的车系的玩家 那这台车它的作品 除了黑化 你在外观车头就会看到 所有的相关的 这个牛头牌的logo啦 而且它牛头牌logo 也已经把它黑化了 全部都黑化了 然后包含了一些小地方的细节 譬如说这个灯具的上面 的这些四条 然后在这个保感的部分 也可以看出来 跟原厂其实look不一样 它是所谓的在印尼 有这个Yaris Cross的GR Sport版 跟我们台湾这个Artist 意思是一样 在印尼当地有出 所以它就买这个包回来 直接包含前 中 后 它是从印尼直接进口到台湾 然后把它安装上去 对 可以跟台湾的 这样的版本去吻合 因为它车型是一样的 一样的 然后再来的话 基本上这一台 台湾的话有什么 享乐库洞潮玩 三个编程 那车主当初特别是选中阶的 这个库洞版 大概是75万 跟高规大概有7万的价值 留一点价差 自己升级 对 因为它本身 就对这个车很熟悉 所以它也就 一方面也做一些 套件的开发测试 所以它故意买了中阶的孤动 然后等一下就看到 有一些配备 其实是比高规更多的 富富的配备 OK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车头跟侧边 对 那侧边的话 就会看到这台车 我觉得就是我们 一再讲的 凹豆风的重点 其实一个元素就是 胎圈跟我们以前 一般房车改 通常都是先降低 降低 然后In3R 大格一到两极 它这个避震器有改吗 避震器基本上 因为你要outdoor撑起来的话 一定要先加高 但它不是我们常见的 什么气压 或是海楼器都不是 它是单独改减震筒 那大家会说 那什么单改减震筒 我们一般印象就是说 弹簧其实会决定车高 那其实它就是 就有减震筒固定位置 让它本身车高 大概加高两公分左右 其实蛮好看的 对 就是配合这样的 比较厚的 比较胖的轮胎 原本是2156017的配胎 现在就改成了 2257016 然后再来看到侧面 它也有一些配件 像这个浩氏镜外照 山柱式 然后下面也有一些 流水式的方向 能让你打起来 而且以前这个 其实是为了防刮 因为经过一些树枝周围的防刮 然后这台车 我们除了讲了胎圈 升级这样的一个奥斗风 再来的话奥斗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 背书包 那这台车基本上也用了 蛮多心思在车顶的部分 除了有这个Wishbar的横杆 前后两根横杆 然后加上Inno的 这一个行李的托牌 然后在上面就是 所谓的战术箱 Rone 都是一些露营界 这些蛮高端的品牌 请问一下它里面有装东西吗 它基本上没有 我上次有把它拆下来 就是空的 就是空的 就是为了好看 那战术箱其实除了 当然实际有债务功能 可以仔细看一下 你到露营 可能要来杯饮料 来瓶饮料 直接就可以开关 它直接可以开关 它两边的箱子 其实这个在车具也用得到啦 大家旁边放个椅子 可以开饮料 不用再带一个开关机具 而且它前面那边 是不是还有一排灯 那是会亮的吗 灯的部分 我们直接先把车的 这个电源把它过电 所以它那个灯 除了look以外 直接还是真的会亮的 对 那我们现在其实看到 它这边有一个直接无线的 这个控制模式 这个很棒耶 对 无线的 那我们中间就直接 把电源先启动 对 然后它会变绿化 然后2的话就是中间的 中间 两颗 亮了 亮了 非常刺眼 反应还蛮快的 这个路上如果看前车 不顺眼不要乱闪 对 那如果关掉 我们再开4的话 它就是黄灯的一个定位灯 就是破雾灯啦 对 破雾灯定位灯 然后就把它关掉 基本上就是很方便 一个无线的控制模式 其实早期我们在玩这个越野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都会有一个外面控制的 以前有一个原住民有跟我讲 因为他们要打飞鼠啦 他们都会带着 然后带着那个猎枪 有没有 然后按 然后照到飞鼠了 就双双这样子射它 所以他们都会有个遥控 这样就更方便了 对 更升级的 它还有那个像前望头会转来转去的 是 所以这个确实我觉得蛮到位的 OK 然后再来其实看到车内的部分 我觉得它 你仔细看其实也动了蛮多的小东西 譬如说从驾驶界面的方向盘 它的方向盘是不是哪里不一样 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帅 它算是一个叫做 我们现在台湾满多改装车 看到叫细火方向盘 上面有点这种卡棒的材质 然后整个的握把 3点 9点的位置 的握感都不错 更运动化 其实就是一个骨架 把原本的 现在车几乎都标配气囊嘛 ACC啦 这些Toyota 没有人会希望把它废掉 以前我们改车 可能就是改一个Momo 什么Spark 就是很竞技 那现在这些便利功能 不废的前逐下 到前提之下就把它沿用一个骨架 原厂的这个东西 把它换到新的骨架 所以它等于它的气囊作动 那些都是 都还是跟原厂一样 ACC都是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新世代的一个改装品的对应 然后再来看到的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主机的部分 它主机好像变得比较大 比较宽 它基本上就是12.3寸的 我们常常讲就是安卓机 中文的界面 那安卓机其实它就衍生了 非常多周边的衍生 譬如说它可以下载一些APP使用之外 然后它也整合了像车内的360度的环景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它是买中阶的 所以它这些配备原本是没有的 所以360度的环景就可以整合 等于说它有了这一台之后 就是所有东西可以整合进它 这就有点像一台平板电脑 放在车上的概念 对 360度 然后相关的配备 然后再来看我们现在门打开 其实也可以看到了 这个氛围灯 它的氛围灯 那原本Yaris Cross也是没有氛围灯的 它这个后座也有吗 后座都有 我们可以打开 它这个四个全部都有 而且是蛮亮蛮漂亮的 它主要就是四个门跟座椅照地的部分 对 那它还有一个比较炫的功能 就是所谓的声控 可以声控 对那我就稍微靠近一点 就是我开车的时候跟它用讲的 对那我可以来做一个 你要跟它讲什么 你先叫醒它就 你好氛围灯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黄色 好的 绿色 好的 蓝色 好的 暴闪模式 好的 还有暴闪模式 对它蛮 就直接蛮直觉的 而且看到这个暴闪 我觉得它是不是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跟着音乐律动 当然也有 对那如果你今天是听到音响的部分 那其实讲到音响 这位车主也是非常重视 音乐的相关感受 对 那比如你可以从A柱的下方 会看到有一些高音单体 对我刚才看到它的那边有一些线 这个线是做什么作用 就是副驾驶座 下面就是一些音响专门的音源的电源线 然后包含高音单体 像我们刚刚讲整合的安卓机 对 甚至到车后 等一下都会看到 它其实音响的周末 因为在现在这个世道 如果还愿意去改这么多的音响 应该是个爱好者 就很喜欢听音乐的人 对 对 而且它有暴闪灯搭配 它可以在车上待上一整天 对 然后后面的这个是不是一点一点 这也是Look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一个 这个西柱低柱中间的 这个小三角窗的一个点 它就是一个饰板 然后再来看到车后的部分 其实它有蛮多的一些空力配件 比如说最上面的这个 尾翼比较大的地方 上面就是一个尾翼 然后不然尾箱门的中段 也有尾翼 怪不得我觉得它看起来 就是有点不一样 对 车尾其实就比较运动风一点 对 它等于有两层的导入半 两层的尾翼 然后包含一些黑化 Toyota的logo 包含智灰 全部都黑了 然后灯具部分就是用 贴膜的方式把它做黑化 然后它也把这个后雨刷都废掉了 OK 做一个比较简约风的 而且它这边还做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贴起来 不会说一个洞在那个地方 车尾就变得很简约风 然后后包也是刚刚讲的 印尼的GR Sport版 基本上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讲说中阶嘛 Yaris Code 原本是没有电尾箱门的 它其实也透过事后的加装 JHY的电尾箱门 像我们刚刚讲的安卓机 相关的配备 这个我觉得它应该是最应该增加的配备 所有的这个车主都应该架这个 也还不错 它原始是没有这个电尾门 原来这个版本它是没有的 那这个版本店我们加装问一下要多少钱 大概也是一两万块 一两万块 就是它把这些钱在买车的时候先省 然后针对自己的需求再去配不同的东西 这个还蛮超值的 好 那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吗 后面基本上看它行李箱 其实包含这个椅背也蛮工整的 也有一些这个卡固的这种脚踏垫 那把它打开看一下后杖板拉开 我刚刚有讲就是车主 沸沸他非常享受音乐 然后后面也有从前面一直延伸到后面的这些扩大机 然后木工的重低音音箱 整个都整合在这个部位 所以我觉得上半部行李箱的功能应该都够用 刚刚行南带我们看了一台这么的跨界 然后我完全认不出来 它就是一台以为是RAV4的车子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台小车 那它这个小车其实也是特式版 对不对 对其实如果用这个价钱来算的话 这个集聚 如果你想要本来就带有一点那种 奥多风格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现在小改款的 Hyundai的Venu Venu 对因为其实这个车本身集聚 比较入门比较小一点点 但这一次小改款除了有一些 比如说安全系统啦 或是它外观上一点小小的更新 它的升级之外 比较特别就是它推出了这个 限量100台的Venu Camp的特式车 那有什么不一样 Camp顾名思绮就是比较露营嘛 户外的版本 那其实这个车它的配色跟搭配很像我在韩国开到的Casper 它是用墨绿色然后搭黑化的套件 比如说黑化轮圈然后车顶的行李架 轮圈跟车顶都是小广黑的 所以整个风格看上去就很凹多 墨绿色配黑化就整个运动的风格就很强烈 所以它现在就是同样车架 但是标配这个配备 贵比定贵1万块 78万9 对但其实1万块你换这些东西 那划算啦 因为我买那个价值都1万多块 对还有那个仙中绿的车色 就刚刚讲的墨绿色 所以整个风格回去 你我觉得你可能换个 如果尺寸有对的话 你换个搓化胎 就整个风格就已经很好了 这种Urban Outdoor的感觉 那我们来聊一下其他这次小改款呢 我觉得这个车因为本身它的入手价格比较亲民 所以其实一直带CUV的急剧蛮叫好就叫做了 那这一次的小改款主要就是针对之前稍微不足的 比如说安全系统 它这次算是应该算这个急剧很便宜 就有拥有level 2的车型 那包含一些细部的主动安全系统升级 像路口的来车侦测沙停等等 全部都在这一次升级的项目里面 所以整体的产品站立又在提升很多 那尤其它的外观跟内装啊 不管是这种十字型度各的水箱护照 然后新的轮圈 十字顿轮圈都是比较好便宜一点的地方 然后venue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 它的车长其实就只有4米而已 4米多一点点 然后我一直印象很深 就是它的空间规划其实还蛮不错 因为车型比较方正 然后行李箱也有355公尺 所以以你真的一台小修旅的定位来看 或者是可能太太的买菜车啦 代步车都其实都很实用 当然它动力不大 但是整体的机械结构相对简单 好养护 所以一直都是70万这个极具它三个车型 很受欢迎的CUV 那这次小改款我觉得就是把原本比较不足的地方 又再精进 然后一些科技化的配备 像那种数位仪表啦 中控的荧幕 然后手机的连接什么的 其实也都有了 所以你真要说这个极具 这个价钱还想要再它 它要再补什么东西吗 其实我觉得也算配得还不错了 算是一个70万极具CUV蛮不错的新的选择 好 谢谢那个智希 因为送了那个价值 其实还有一个实际用途 就算不在东西 上面如果你有放一块那个帆布的话 其实开起来虽然有点声音 但会比较凉一点 夏天的时候 太阳晒的时候 遮阳是不是 对 可以遮阳 那个真的还蛮实用的 帆布的概念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Misang的Kiss 也有出这个特试车 我们来问一下小七 这Nissang的特试车呢 叫做Highlight特试版 那这个Kiss其实以前 一路到现在常推特试车 那这次特试车呢 是注重在外观跟内装上面 那首先在外观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红色的元素 那它其实这个红色元素呢 是用Nissang的三元素 包含红色 黑色 以及白色 来做妆点的 再来内装方面呢 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内装方面主要是在座椅的方面 它采用红色来勾边 那另外在头枕方面 也有不一样的搭配 那当然在整个车子里面 还有外面的话 都会显得很活泼 那这个Highlight的特试车呢 它是限量的 只有350台 这个限量车 那它的价格的话呢 其实和原来的价格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85万起啊 所以这样子的特试车的话 我想是加量不加价 然后那外观上 也凸显一些比较特别的元素 所以如果你刚好也喜欢这样的风格的话 我觉得这是可以看一看的车子 好 谢谢小七 而且我永远记得 它的这个座椅就跟沙发一样的舒服 这台车真的接小孩的神车 那再接下来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台车 我们讲到苏巴鲁就要来问一下这个EVE 它的跨界休旅车 是不是也有出特试车 有 像前阵子 Cross Trek 它有推出GT Edition 其实比起刚刚前面这两部车 其实GT Edition是有历史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义美 他们自己推出这个GT Edition套件 那这个设计师 其实是日本母厂苏巴鲁的 小林正彦的设计师 他已经退休 但是义美请他再出来 那帮他设计这个套件 所以当时像是XV 就已经有GT Edition 然后后来又有Forest又有GT Edition 然后现在Cross Trek也有GT Edition 算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然后而且这GT Edition 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种是外观形式的 像是前后保险桿下面的一些 反刮的绕流 然后车侧的一些反刮饰板 然后四个轮拱都有反刮饰板 然后再加上一支尾翼 这样子套件下来大概7万块 然后如果你再加3万块的话 就把原本的轮圈18寸 然后一样是18寸 但是现在是可以换成MK做的轻量化的轮圈 这是3万块 所以10万块就有改头换面的效果 让你外观看起来更为粗犷 更为运动 OK 好 这个苏巴路 其实看起来防刮材质这么多 大家真的是会拿它拿去offload 因为我常常会看到 就在沙滩或什么地方 确实是需要防刮 好 再接下来我们有另外一台 也算是性价比小车之王 我们请这个智希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Kalmic这台车到底好处在哪里 我们总算回归比较实际的都会面业的车 刚刚那个衣服不实际吗 还是蛮实际的啊 比较招摇一点点 我们现在回一些比较朴实 比较科技的车 Kalmic其实 因为前阵子才刚 Skala的小改款 那Skola其实近期就是 刚好到这些他们的主力 小车的产品 一个中期的改款的周期 那Kalmic其实比较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因为Skala本身空间已经很好 所以呢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会觉得 我是不是差不多的车长 差不多的轴距 我可以选择小台的休旅车 那就是Kalmic 那Kalmic过去呢 其实声量一直都还不错 因为其实在这个价格的急剧 它把基本上该有的东西都有 也就是说其实小改款 有的人会觉得 好像改动的幅度 没有到那么的大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以整个集团的走向来看 它多了很多科技的东西在上面 比如说车头 现在就配有 MATRIX LED智慧敷衍的头灯 它有 我记得是单边各8颗吧 就可以去主动的调整 你的光型的遮罩 转向等等 就跟再往上的其他品牌 富士奥迪什么的 其实都非常的相近了 那这辆车呢 当然它本身的 Skoda就有很多那种贴心的小设计 比如说 那个制杯架有那种防滑的 可以让你一只手开瓶盖 后车厢有一些 那个魔鬼站那种隔板 车门有雨伞 对吧 劳斯莱斯的感觉 这些当然都有保留下来 我觉得就是 Skoda很 这个品牌 比较暖的那一面 那在小改款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 就是它多了一些 车辆互联的功能 比如它有手机的APP 你可以 比如说 马尼哥今天 车老婆开走了 但她自己在家 对 不是很乖 但你可以设一个围栏 如果老婆突然开车回来 手机会有通报 对 这样是不是很安全 那你还要活吗 对 对 给你当一个那个示范 对不对 那下次老婆就会设更小 大概方圆只有五公尺 五公尺 你也出不了门 完全来不及 对 所以这个功能有就好 有就好 对 没有啦 如果你比如说你车界 一个朋友开 对 他如果超速了 你设一个时速 比如一百 你看到一百二一百三 你手机也会有通知 对 对 就一些车辆的 这种系统的升级 那我觉得以整辆车来说 因为本身 NQBVO的底盘 对 然后小排量 温轮载压的动力 就是整个扶持体系 但是它是告知嘛 对不对 它没办法控制 你是不是很在意这个系统 对 因为如果你是设定 比如说一百 那你朋友借给它 它开到一百亿 所以它会通知 但是它没办法去控制它嘛 但你可以打电话去 问说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一直在下坡 长下坡对吗 对 之类的 就是一些车辆的科技 它现在 2024年的延伸 对 比较多一些些 那总归来讲 我觉得这个车 你相比不管是 日系进口 可能MASTA 这些其他品牌的CV来讲 它的驾驶体验 一定是 就欧系车嘛 就比较独到的 那另外它的动力啊 等等 就在原装的车辆配置之下 其实我觉得1.5的动力 已经真的很不错 有时候跑跑山啊 或是一些户外的行程 其实它都 蛮能够应付 更不用说平常都会的使用 也比平常的先辈车 空间机能 还有配备表现 都再更好一点 好 谢谢智希提醒了 我们有这个远端 这个通知的这个功能 如果你买车给小朋友 那我觉得 时时刻刻关心它一下 是蛮好的 然后再来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型男 这个S-Cross 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对啊 其实延续刚刚智希讲到 回归比较务实面 那我觉得 Suluki这个品牌 有点像刚刚讲的 苏巴鲁 就再务实不过了一个 它比较不会去炫技 那以目前台湾 我们讲它的 这个CV的局 它其实有两款车 一个大家可能比较 从过去这个Vitara Escudo 延伸到现在印象 比较熟悉 那另外一个 大家可能比较没那么熟 就是X4的S-Cross 这台车 那基本上 X4的S-Cross的尺码 比这个Vitara 大一点 大概4米3左右 就是我们讲的 CUV这样的一个 标准的身形尺码 那以动力的 这个底盘的相关配置 其实跟我们讲的 Vitara 其实蛮接近的 那它目前最新的动力 就是搭载1.4的Poster Jet 然后也有轻油电 然后129匹 23.9公斤米的扭力 那也有比较入门 就是属于2WD的前驱版 98万 那也有高规的 All Grid是114万 那其实都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真的是 平常开车 比较开长途 或是常常跑山 或是到一些 飞扑窗路面 需要一些越野的 这个成分比较高的话 你选到他们家的 All Grid的 这样的编程 那以这台车 其实就是承袭过去 Suzuki他们长期来 这样的一个智慧型的 是14区的 这样的一个 很聪明的功能 那它的动力 当然有我们刚刚讲的 不错的一个数据表现 那难能可贵 就是它的油耗表现 那当然二区的油耗 来到1公升19.4 那All Grid市区 当然也不错 因为它是40的 市区的使用的话 也有17.4公里 这样的一个平均油耗 那这台车的话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 它其实在外形 以及内装料 其实配备该有的 也都算蛮到位 其实它在这个造型上 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炫 或者说它在这个形象上 没有这么的活跃 但我觉得真的 这台车其实 如果你想要买 比较扎扎实实的一些 配备功能 是整体的表现 可以去看看这台车 好 谢谢刑南推荐 因为它这个车子 其实越有 这个欧洲车的感觉外观 而且配备也不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在越野的时候 就真的要去越野的时候 就要讲真功夫啦 我们今天呢 其实就是带来了一个外景 就有Defender 跟这个海力士 而且我们互相做 拔河的这个动作 到底谁会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又来啦 我看到这后面的画面 我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子卿知景 你在台湾应该从来没有看过啦 没有吗 除了车被卡住在救援以外 对对对 其实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拔河的游戏 很强棒速的拉施 我们放三角锥 谁先到达前面三角锥 就算是赢了 哦 不见得哪一台马力强 哪一台跪就会赢哦 驾驶人也很重要 像我们旁边这个Defender 你看 已经完成这样了 叫它等一下 都不肯 它一面甜甜圈了 这很有书面 然后旁边呢再来是海力士 它是传统机械结构的车 应该是蛮猛的啦 可是呢 Defender拥有 智慧科技 四轮分配的力道 看一下压哪一台会赢 那是海力士啊 海力士吗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它们对拉的 Go 我来了 嗨 我压你 我压了好几百万 赞 你 对对对 不要顿车就好了 我们先 慢慢拉 对 慢慢拉 什么意思 好 漂亮 漂亮 过了 过了 结束了 结束了吗 结束了 就是这么快啊 不然呢 凯乐 刚刚是不是太精彩了 我刚才上车就说 我压你会赢啊 我压了几百万哦 我就跟你讲说 Defender有这个惊人的科技 海力士也是上一代 可是新一代的搞不好更强 下次有机会还是要来拉拉看 拿到玩的那种 我们在录影 合照吗 合照也可以 合照可以 车子卡住可以帮忙 卡住你刚刚为什么说你要合照 你们车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卡住 水坑好像比较深 冲不过去 刚刚有在录节目啦 那时间其实也不太够 所以就是 要去救你吗 方便吧 拜托拜托 这个形式你喜欢的嘛 有点太幼齿欸 他体力应该是比较好 哦真的好 经过了一番讨论之后 去救你好了 好 那我们就先暂停录影 你在哪里 在那边是不是 这个 看起来蛮难过的 看起来蛮难过的 可是我比如说车子 車子 对对 为什么车子反而比较事不关心 对对对对 那这个情形要怎么办呢 我说你这拍拖好少年耶 我拖了那五千喔 对来来来 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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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来 车来 把他配乐 谢谢 我们现在这个厉害 这个是我们现场安装的 后置的脚盘 我们这是快拆式的 用这个美式拖车勾孔呢 插进去勾住 它就可以做使用了 哦来了来了来了 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 来了来了 欸好酸喔 哈哈哈哈 救车的这个注意事项 你要救别人车算很好心 但是要跟别人说 先生名 拉出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能负责任的 不然的话就不要拉 这大家救车要先讲清楚 我真的也有遇过 保敢被拉下来的 好了的话就来吧 来来来 拉了 拉了 拉 哦哦哦哦哦哦 你好轻松哦 开心啦开心 慢慢的 来来来来 哇啊 OKOKOK 好它收一下绳子 卡住喔 就底下是那种叫 的东西啦 因为泥土泡了很多水之后 它就会变得很粘稠 它就会咬住它的轮胎 根本就会上不来 哦哦哦哦 上来了上来了 哇 讚讚讚 等一下解开之后 你再往下面冲看看 你一定是速度不够快 对对 那我们拉第二次有打折 那我们今天呢 到此为止 想不到我们这个 第二集 变成的这个实境秀 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下一集呢 继续收看我们的这个 曼妮大玩家 我是曼妮 我是凯乐 下次见囉 拜拜 地球王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道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道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这种712都已经看不到的啊 台船游门 地球低线10 一起上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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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undoubtedly 就